那么也就是说就算你生病了 你的这个雇主并没有法律的这个限制 必须要给你这个带新的病假的 那么这个呢就说明了 美国的这些劳工啊 相对于别的发达国家的劳工来说呢 他的这个工时更长 而那个全职的这个劳工呢 相比于别的发达国家呢 一年多做了一个月的这个工作 那么这个呢 就使得我们有了一个这个非常不一样的 在这个休闲方面的这个劳工的决策了 您刚才说美国工人工作时间更长哈 这是不是跟美国的经济的竞争力 如果我们说美国经济竞争力 在世界上是很强的话 这是不是跟美国的经济竞争力有关 或者是换一句话说 就是说如果你的假期更长 工作时间更短 有各种各样的福利 是不是会导致一个国家的生产力 或者工人的生产力 或者是经济竞争力就比较低呢 这个呀 这么一个 很多人呢 至少在美国或者在别的世界 别别的地方可能都有人这么想 但是其实如果真的从数据上看呢 其实并不支持这么一种想法啊 因为在比如说别的一些欧洲国家呀 他保护劳工的这个这个政策更强啊 更多正更有强有力的这个工会呀 而且有更全面的这个社会保险制度呀等等啊 这些国家呢 是也有很高的这些这个生产率 甚至呢在某一方面呢 是迎头赶上超过美国了 当然美国到现在为止呢 在生产率方面还是最高的 但是别的发达国家呢 在某一些这个地方 譬如说不单只是在这个生产率的增长啊 还有他的这个时间段上呢 也就迎头赶上了 那么主要是因为呀 他的这个低的 美国当然是因为低的这个失业率了 那么所有的这些 劳工的这个保障的这个政策 可能呢导致了大家呢 养懒了人 大家不愿意努力去工作了等等 但是呢别的发达的这个国家呢 有许多这个非常强的这种劳工的 这些这个政策有很好的这个社会福利 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的就能够 就会增加这个失业率 譬如说好像荷兰和这个挪威 他的这个生产率要比美国高啊 而且同时呢又这个失业率呢 又比美国低 而且他们但与此同时 他们的这个社会保险 还有劳工保护的这个政策 相关的这个法律 确实非常严厉的 所以呢 大家觉得他们可能之间有相关联 其实他这个关联性并不是很强的 也就是说强有力的这个劳工保险 以及这个经济的竞争力和这个 这个生产率不一定就是这个信息 就是一个正面的这种这个关系 至少不是那么强的关系 好 这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孙城 我们呢今天讨论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 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对比 我们演播现场 请到的嘉宾是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 经济学家 海地 是赫兹博士 欢迎呢听众或者是观众呢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度电话 向我们的嘉宾呢提出您的问题 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 下面呢是参加我们讨论的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经济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播10810 或者拨108710 再拨8668375161 好我们首先接内蒙的杨先生电话 杨先生您好 您好 我想谈一下这个奥运和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 行不行啊 您最好谈跟我们主题相关的问题 那个 这个 那就是那个 就像瑞典的那个 他们是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呢 好 谢谢内蒙的杨先生 问这是不是瑞典是不是有一个社会 社会主义 对不起 其实 我觉得我应该这么说 这个 我认为 这个瑞典是实行的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呢 是这个 社会 主义福利国家 民族国家 那么的所以呢 他们对于劳工的这个市场可能有更多的这个规制啊 而且呢 有更多劳工的保护 还有这个更强有强有力的这个工会 所以可以说呢 是一个民主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福利国家 那么相对于美国来说啊 那么那么其实很多这个西欧北欧的国家都是这样啊 也就是呢 给这个市民呢 尤其是贫困的这个人口呢 提供这个社会保险网 在美国哈 这个社会主义 即使是民主的社会主义 或者是福利主义等等 在美国似乎一般来说 啊 名声并不是很好 很多人都不喜欢 搞社会主义 搞福利主义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对 绝对是这样的 啊 对 就是这样 啊 事实如此 在美国 在从这个这个历史啊 啊 在这个传统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更多的是个人主义 我们认为呢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权利 也有责任来啊 这么一个啊 保育保保保保自己啊 支持自己啊 不是靠这个政府 因为这个呢 是跟我们的立国的这个背景有关的 因为呢 这个传统一直允许下来 到现在呢 都是非常深入人心的 那么当然很多的这个人呢 就是愿意要提高这个劳工的保护呢 他呢 遇到了很大的这么一个障碍的 呃 因为更多的民众相信啊 这个政府管得越少越好 干预人民的生活的程度越少越好 所以这个呢 你就可以说是逆流而上了 如果你要提高这个劳工的保护的话 好 啊 下面我们再接 呃 湖南左先生 您好 湖南的左先生您好 哎 你好 你好 哎 我想问一下 刚才那个嘉宾说的就是那个美国的工时要比那个呃 要比较长也就是说一年要多一个月 那么和中国相比较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可不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谢谢 啊 啊 啊 我们嘉宾可以尝试 但是嘉宾并不是这个中国问题专家 对 我的确不是这个中国经济的专家 我甚至呢也没看过 当然可能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数据的 但是我没看到啊 这个中国的这个劳工的普 这个平均工时 所以我们没办法没办法作答 好 啊 下面是这个上海的林先生 喂 就说一年要是一个人发生的 是一个人的